身高太矮力量也不行 被搭档炮轰后韩冲深夜一番话 净显大格局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秋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韩冲 以及隋文静的粉丝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最新的被搭档炮轰之后 那么韩冲的一个最新回应 大家也知道那么在目前北京冬奥会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中国最后一块金牌呢 是由韩冲以及隋文静组合呢 在花华项目当中获得最终的一个胜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块金牌 对我们中国队来说呢 真的是一意非凡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队这一块金牌呢 能够帮助我们中国队在整体的排名当中呢 上升到第三位 另外一方面在这个项目当中 中国队在此前呢 已经有好多届的一个奥运会呢 没有拿到金牌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呢 实现这样的一个历史情况的话 确确实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而这一次的一个好成绩呢 也要韩冲以及隋文静这一对组合呢 再次成为了非常多网友的热捧的一个对象 和这个体育明星 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人红是非多 那么其实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呢 有受到更多人的一些喜欢 就会受到一些极端人士的一个指责 比如说就在最近那么隋文静呢 因为他身高本身比较矮 而且呢 因为身体的一些原因呢 有些发胖 加上呢大家就觉得说他的体重过重呢 耽误了韩冲的发展 虽然在最近的一些社交平台当中呢 有一些极端的网友呢 就去攻击隋文静 觉得他整体的一些啊身体情况 耽误了韩冲未来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如果说不是他耽误了韩冲呢 可能在此前的这个平昌冬奥会当中呢 韩冲已经能够拿到冠军了 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无端的指责和抹黑之后的话 那么隋文静在最近呢 也是彻底忍不下去了 根据媒体的报道那么就在最近呢 隋文静呢被疑似用了一个小号呢来发文吐槽 甚至去炮轰自己的一个搭档韩冲 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消息来显示说呢 这个被疑似猜测是 隋文静小号的一个也是接人不断的发声来回应 面对外界的一些指责呢 他是一直吐槽韩冲的身高 实在是太过糟糕了 而且呢自己为了配合他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话 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刻意去少睡觉 少吃饭导致自己的一个身高呢现在才会只有1米5左右 并且他也强调说如果说不是自己去刻意控制的话 家里面这么好的基因 爸爸呢身高1米7妈妈1米6自己怎么可能如此的矮呢 而除此之外他还强调说如果说 韩冲这个难搭档他的身高没那么矮的话 他自己呢也没有那么艰难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苦 所以看得出来这一次啊那么在拿到金牌之后的话这个小号呢 真的是看起来情绪是相当不满 这种情况呢已经是要在直接炮轰 去吐槽自己的一个搭档 条件不够及格 才会让自己呢受尽的一个委屈 所以可以说其实啊这一番话的话确确实实呢让很多粉丝呢看起来也真的是相当不爽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作为他的一个搭档其实韩冲在背后呢也是付出了很多 这么多年以来呢也确实是苦练力量 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行身体也比较单薄所以韩冲在这么多年来肯定也是在背后默默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才会在这一次北京冬奥会当中呢能够 完美的配合最终呢完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高难度动作 夺得金牌 所以可以说其实隋文静这一次去大方面去吐槽韩冲的可能确实在有些粉丝看来呢 确实是相当不公平的 虽然面对外界的这么多的一些争论和争议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最近韩冲在深夜了也是正式发生进行一个回应 只是他这番回应呢不但是没有去责怪自己的搭档 反倒是感谢了隋文静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 真的是彰显了大格局 可以看到在这一次深夜发文当中呢那么隋文静这一次的话 反倒是没有出声而是韩冲呢首先进行了一个回应 韩冲说啊其实非常感谢自己搭档这么多年的一些辛苦付出 这一次能够在家门口圆梦真的是少不了这个搭档了 在日以继夜的辛苦的一个付出才能够完成这么好的一个动作 很漂亮 也期待接下来呢能够荣入荣入与共继续呢去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可以说其实相比较于石文静这个小号吐槽的一些生意呢 其实韩冲更加愿意和自己的搭档的继续努力下去 并且呢着重去强调石文静的这么多年的一些辛苦付出 和他的一些辛苦的训练 确实非常感谢他 那么从中呢也能够好像是把自己的功劳了完全是归功于石文静的一个 努力和付出了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啊那么确确实实的韩冲作为一个男搭档呢我觉得这番话真的很高情商 而且呢也完全没有责怪对方 真的是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事情呢 赶紧平息下来 所以可能对于石文静来说如果说这个小号真的是他的一个表态的话 也希望他之后呢真的能够更加去 平复他的情绪 不要再闹出这些争论那么对他们两个人未来的发展来说呢 都没有什么好处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